一艘艘海陸突擊艇在海面上急駛而過 準備進入港區時才減速慢行 仔細看突擊艇上的陸戰隊員 實施停靠作業不但全副武裝 還跟海巡艇綁在一起 有人負責清點彈藥 有人負責裝備整理 這是海軍第一次派遣陸戰隊員 進駐赴港渝港 快艇一靠岸海巡隊員就加緊介護 因為海軍陸戰隊正準備參加在台東海岸線的軍事演習 只不過難得在漁港發現軍方快艇 讓附近民眾也都特別停下腳步 特種部隊的齁 不曉得 對啊 所以沒看過這種船 沒有看過 這次共有四艘海軍陸戰隊的 新式特種突擊艇現身在台東的富岡渝港 就是要模擬萬一敵人清台時的作戰因應計畫 因為富岡渝港的戰略位置特殊 附近有加山以及智航等空軍基地 也是台東縣的第二大港 更是連通綠島和蘭嶼的唯一港口 任務港渝港以前有進駐過嗎 沒有 都沒辦法過 為了應對中國可能對台灣 採取的兩棲登陸攻擊 國防部特別新增台東資本為紅色海灘 總計全台共有14處的紅色海灘 可以實施大規模登陸 因此特別模擬工坊 以及運補等演練內容 因應國防部長曾在月初證實 中國航母山東號曾在我國的東南海域出沒 擔心可能會被列入登陸海灘 軍方特別調派海軍突擊快艇 進駐漁港實施整補演訓 一刻都不能鬆懈 近新聞林佩騰 王晨霖採訪報導 好 最新消息要帶您來看到 美國第七艦隊伊萨伯克級的神盾驅逐艦 16號行進通過了台灣海峽 而這也是中國日前繞台軍演之後 第一次有美國的驅逐艦通過 美國也在官網貼出了五張照片 強調是在行使自由航行圈 明顯是要反制日前中共在台灣海峽 實施的登船檢查權 企圖將台海內海化 而美軍也強調會繼續以行動 展現美國對印太地區的承諾